Hello 大家好 我是FG 欢迎收看FG酒坛 我们来谈谈酒 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 我一定要先来喝我最爱的红酒 哇 好了 为什么我要先喝红酒 最近疫情很严重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一定会发现到 网络上已经出现了 喝红酒可以抵抗新冠病毒的都市传说 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在喝来抵抗病毒 所以这个研究是我们中研院 跟中国医药大学去年发表的研究成果 它里面提到的是 丹宁酸可以抑制病毒活性 结果被疯传以后 那丹宁酸是什么 红葡萄酒里面的丹宁酸就很多 那不就成为抗病毒的好东西了吗 那这当然对我们爱喝红酒的人来说 感觉好理所当然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什么叫丹宁酸 它就是一种水溶性的多酸类的物质 它常常在植物当中 像很多水果里面都会有 像葡萄酿成的葡萄酒里面 就富含了非常多的多酸 让葡萄酒成为一个可以抗病毒的 这个一个很棒的饮料 可是营养师又说 你要从葡萄酒当中 你要得到剂量够多的丹宁酸 你要喝一公升 一公升的概念是什么 一瓶葡萄酒是750ml 所以你每天要喝1.5瓶 你大概才能有一点 maybe有一点抗病毒的效果 这也不确定 可是你在喝到足够的丹宁酸之前 你过多的酒精就已经脂肪干了 那你的脑袋跟消化系统 也会受到一些损害 然后心血管疾病跟癌症的风险 也都提高了 不过我自己的实验证明 这是实验轻症 我有很多爱喝红酒的朋友们 也都确诊了 所以到底喝葡萄酒有没有用呢 就我自己来看朋友的例子 是没有用的 也许他们喝的不够多 再来我们再讲第二个 关于葡萄酒的都市传说 就是喝葡萄酒的人 智商比较高 英国的研究 好了 英国很多研究 是一个心理学系的 一个研究小组的报告 含有大量白梨芦醇的红葡萄酒 会促进大脑的血液供应 让人脑的思维更加活跃 所以你看喝很多酒 喝红酒喝太多人 其实讲话都非常跳跃 有时候就像我一样 那智商就有显著的提高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不过呢 当然他们有实际去测备 实验者的智商 才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喝红酒的人 智商比较高的都市传说 就是这样来的 可是事实上呢 有没有比较高呢 我下次跟朋友喝红酒的时候 我们来测验看看智商好了 我个人是认为应该没有 因为你一定认识很多很ㄎㄧㄤ的人 在喝完红酒都怪怪的 好 那再来第三个都市传说是什么 喝葡萄酒可以提高情商 所谓的情商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EQ嘛 那这个就不是英国的研究啰 这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医学博士的调查研究 这个研究是这样说的 爱喝葡萄酒的人 具有更高的情商 跟更好适应环境的能力 尤其是在喝葡萄酒的女性中 神经质的人比较少 诶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 我很奇怪哦 跟喝啤酒的女性相比呢 喝葡萄酒的人 更加外向跟好相处 这点我可以证明 我就是 可是不知道你们身边的朋友 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喝啤酒的女生 也是还蛮好相处的耶 第四个 喝葡萄酒可以提高工作能力 这个都市传说 如果大家都很信啊 要发给老板 又是英国的一个调查 英国很多 这些调查啦 就是经常下班跟同事 去喝一杯的工薪阶级呢 比低酒不沾的收入者平均 会高出17% 而且有更多升迁的机会 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整个笑出来 原来喝酒还可以赚钱 不过这个传说呢 我觉得真的很不可信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我薪水多一点的人 我才有钱去喝一杯啊 对不对 而且我可能比较早下班 我才能喝一杯啊 那本来薪水 可能就是你的阶级也比较高嘛 所以这个调查的因果关系 我觉得是要想一想的 对不对 如果你又常常喝酒找客户啊 或者主管一起喝 我告诉你 你升迁机会一定会比较多啦 所以呢 这种调查的一个方式 我个人认为 呃 是没有那么信 哦 不过信的人就信啦 那第五点 喝葡萄酒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这就是美国的研究咯 加利福尼亚大学呢 San Diego分校呢 有公布了一项调查研究 说他们做了一个 将近30年的跟踪报告 证明呢 长期饮酒的习惯 有助于延缓大脑衰老 可以大幅度降低 人们患上老年痴呆的可能性 不过呢 它这个报告就不是 只限于只有葡萄酒啦 可是在报告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 两个字 叫做适量饮酒 所以呢 酗酒到有酒饮就是不行的哦 第六点 哇 这个很多女生 很多人会相信的 喝红酒可以减肥 这一点呢 其实在很多人在讲 比如法国女人 为什么身材那么好 都会说 因为他们都有喝红酒啊 在网络上也说 喝红酒我可以减肥 那有些网友也说 真的很有用 也有些明星也说 真的真的 可是喝红酒跟减肥 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红酒也是有热量的 它并没有减肥的效果 要是喝红酒有助于减肥 我早就是一个名模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实证下来 我跟我的朋友这边看来 喝红酒减肥这件事呢 大家真的就当个传说吧 喝红酒对于健康好处的报告 其实你去找会非常的多 可是以上这六点 是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属于传说类等级的啦 那喝酒最重要 其实你是要能带来好心情跟愉悦感 当我们心情好了 自然也就可以带动身体 或者是内分泌的健康 好啦 那就祝你喝酒喝得愉快 我们下次见 Cheers